先生 一共六十八块 好 给你 谢谢 小姐 你的咖啡好了 谢谢 不好意思啊 让你久等了 二十块 谢谢 你男朋友等了你两个小时了 哇 这个太好了 真的吗 加油 加油 到底怎么了 你赶紧闻啊 今天笑的嘴都快裂开了 真的 为什么 跟你说了 别八卦 CK君来了 小姐 你头发好漂亮啊 哪里剪的 等一下 找你钱 谢谢啊 你的头发真的好漂亮啊 真的 咖啡喝完了 要不要给它送过去啊 你的咖啡 她今天喝的是 中杯的普通咖啡 你送过去 拿好找机 好 我给你 先生 你的咖啡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对不起 对不起 太厉害了 我对不起 擦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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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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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搞的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你故意的还了得 你们俩快去打纸巾擦干净 快点 快起 不好意思 快点 快点 先生 对不起 对不起 她是先来的 难免笨手不搅的 这样你把干洗衣服的那个干子给我 给你包箱 不用 是我刚才不小心碰到她的 那您这个电脑 电脑没事的 那我帮你倒杯新咖啡啊 不用了 谢谢 我正好要走 不坐款啊 谢谢啊 电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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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王丽川 刚才真的是对不起啊 不会谢谢你帮我说话 没关系 你刚刚一定不知道是我 谁吓了一跳吧 对啊 怎么那么巧啊 你一下子什么时候来啊 这家咖啡厅我常来 那你下次来的时候我把钱给你好了 钱 修电脑的钱 不用了 你今天白天帮了我这么多忙 我还没有好好地谢谢你 可是帮是帮 赔是赔啊 这个钱我是一定要给你的 真的不用 我知道你很大方 但是我不能滥用你的好意 而且呢你现在是非常时期 像这种时候你找工作什么的 肯定都需要电脑的 如果你这么坚持的话 下次我就不会来这家店了 那不管你去哪里 我都可以找到你的 钱是一定要给的 真是 拜拜 谢小秋 你给我进来 谢小秋 我平时看你大大咧咧 你应该有点抵抗力吧 看见帅哥要淡定 你不是第一个 往他身上撒咖啡的人了 什么 他很帅吗 一脸胡子 脏兮兮的 哦 懂什么呀你 帅就帅在胡子上 那才叫有形 那才叫man 知道吗 有胡子就man啊 我觉得看起来像职业杀手 那你要是不觉得他帅 你干嘛把咖啡 破在他身上啊 我那是不小心了 我来说的 谢小秋 你心生爱慕想接近人家 是可以理解的 我平时不把握 但是我今天一定要说你几句 听不听有你啊 别在这个男人身上 画太多感情 他从来没有正眼看过女孩一眼 是吧 各位我求求你们不要再神话 这位CK君了 他很可能就是个普通人 普通人开豪车啊 开豪车的又不一定都是车主 很可能是司机 那倒也是 是什么事啊 不是 你知不知道 为什么好多女孩嫁错男人哪 就是因为他们分不清楚男人的品相 这不是有款就是业 三代才出一个贵族懂吗 你就看这个人的气质做派 当然你可能看不懂了 你就看看他给你的小费 你就应该知道他肯定不是司机 各位 我觉得呢 找一个穷人和找一个富人 是一样的容易 要不然为什么七仙女会找放牛郎呢 至于跟谁在一起更幸福 那还真说不准 说得也蛮有道理的 道理什么呀 快工作去 听到没 你好 欢迎光临 你好 我想问一下这个电脑多少钱啊 两万块钱 两万 因为它的配置比较高 性价比也是不错的 我打个比方啊 如果它这个电脑净水了 修的话要多少钱啊 你是说主板 就是键盘那一块 这个要看具体情况 怎么说也要两千块 两千块 这两千块不一定修得好 还得看实际情况呢 谢谢啊 这两千多活又百干了